请农委会副主委 副主委请 学员您早 您刚才所报告的行政院版的草案里面 这个22条之事 有关于宠物食品 有下列情绪治愈者 不得制造等等 第二款 它是指 在我们第22页 有害宠物健康 物质之含量超过安全容许 所以我们针对宠物 有一个 它的食品有一个安全容许 我在这里请问副主委 我们能不能 为猫狗这些宠物 瘦肉精 让它苗条一点 比较好看一点 所谓瘦肉精 我想您非常了解 它的定义包括 莱克多巴胺 跟其他的 不同的瘦肉精 你不能让它吃 然后让它瘦一点 比较好看一点 当然到达瘦的地步 不一定是食物的问题 也包括运动 或者是平时的管理上的问题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这个瘦肉精被我们政府定为10ppb是动物用飼料的安全标准 我请问能不能在这里使用它来喂狗猫 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的业者能不能在它的飼料里面添加猫飼料狗飼料里面有10ppb的瘦肉精 这个要提出申请 如果是同意 国内法律必须要标准一致啊 对 还是要提出申请 比如说我们讲莱克多巴胺 或者是克伦对罗就不一样 那个完全是不一样 虽然都是瘦肉精 动物啊 有宠物 也有经济动物 那么我们现在呢 你既然不敢在这里讲说对猫狗这个宠物啊 可以添加10ppb的瘦肉精在它的飼料里面 那么我们何以对牛 对猪 这贡献我们人 人类养分的这些经济动物啊 我们要来制定一个 一个所谓的安全标准 安全容许的标准 因为不同的动物 它应该有不同的规范 不同的规范 但是 但是您讲到的 那我出生为台湾牛 出生为台湾猪 我就不如猫狗了 不 猪我们也是不同意 我想这个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的本身 本身的条件跟 实际上的状况不一样 所以应该是有不同的标准 所以我们对 制定这个瘦肉精的 安全容许的标准 我们是坚决反对 那么我现在在 请问您第二个问题 你有看到我们未反委员会啊 所通过的有关于 瘦肉精 食品卫生管理法 第十一条跟第十七条 这个强制标示 你有没有看出它的矛盾点 第十一条明明讲说 零检出 零检出表示就是安全了嘛 那么为什么还要在第十七条 要强制标示 这到底未完委员会 协商的时候 有什么玄机啊 抱歉那个我没有参加 我并不是很了解 我在这里觉得 本席啊要去 好好的把关这一点 也就是说 十一条说零检出 结果十七条说 还要强制标示 我一读以后啊 觉得这个逻辑上不对了 表示这个有玄机 表示这个在将来会变成 制定安全容许 制定安全容许以后 再加十七条强制标示 再加三十一条法则 才合理啊 既然是民进党的零检出的话 照理讲不应该再有 所谓强制标示的必要 不是吗 零检出就没必要标示了嘛 也就是说台湾只要是 肉贫都是 所有军都是零检出 那哪里来都是安全的 没必要标示了嘛 不是吗 所以本席会在这里 到六月十一号之前 严格的把关 谢谢 请问副主委 您有没有听到 六月十一号 要强力动员 表决所有金刚要通过 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个事 我亲耳听到 我亲耳听到 五个美国国会议员被我国高层告知 六月十一号这事情会解决 也就是说那一天会强制动员 那么 我要再请问 苏洛金现在他的问题 我们 民意真的支持了吗 没有支持 所以我在这里跟副主委报告 这个问题 不要仓促决定 第二个 我们这次到美国去的考察团 每一个团员花会 据我知道是超过三十万两周 后来要延长到二十三日 大概是四十几万一个人 我们总共花了这么多钱 我们的考核的重点 饲料场 我们要去考核 肉骨粉有没有做成牛的饲料 对不对 那 一定是没有考察出来 也就是说他的饲料场没有用肉骨粉 那么我们到 养牛场 我们会去看 他有没有使用肉骨粉的饲料 对不对 那 这都是直接的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查出来 那我要请问 我们在 养牛场 有没有去查 美国牛龙 有没有把鸡 鸡大便 鸡饲料的剩余 以及鸡毛 等等这些鸡场里面的 杂碎 用来养牛 有没有去查 你们去美国的养牛场 有没有去查 他们的饲料当然没有说肉骨粉 因为美国不肯那么笨 但是你到养牛场的时候 有没有去查 那美国的牛龙 有没有去用鸡大便 鸡饲料的剩余 还有鸡场的一些 草等等那些去养牛 有没有去查这一点 这个好 我向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这还蛮细的 我回去以后 这不细啊 我回去 这很重要啊 对 我回去以后 我像这个 这就是间接肉骨粉 进到美国牛制的体系的一个重大问题 这个如果没查的话 这一次的钱全部浪费 也就是说呢 现在呢 美国是允许鸡 等这些家庭呢 使用牛的肉骨粉 结果呢 鸡的饲料没有吃完了 鸡吃完了又变成鸡毛了 还有鸡的排泄物了 美国人全部把它拿来养美国牛 所以间接的变成肉骨粉 进到美国牛的身体了 然后进到我们台湾人的身体了 这一点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请问我们这一次去查 有没有查到这一点 谢谢啊 我晓得你讲的刚才是等于 所以整个这个食物链的流程 整个的循环 到底是怎么样 对 所以这个好 我回去以后 会向我们的考察团 整个做一个请教 然后来另外再答复您 我查过你们的考核重点 这一点没有纳入考核 你们的考核重点 这一次去美国查的 去看鸡料厂 有没有用肉骨粉 去看鸡牛厂 有没有使用 含肉骨粉的鸡料 没有查 我刚才讲这一点 这就是漏洞 我们的工厂就这样浪费掉 这绝对没有浪费工厂 因为我们看的东西更多 更多 当然我们可以 我们看到不只是这些而已 那这么长 这么长一个时间 我们同仁非常辛苦 到处去查证 我想这些方面 也是值得肯定 最后来回归正传 我们动物要保护 不管是经济动物 或是宠物 都不能使用 瘦肉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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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